今天回到4月9日的啤梨漫步 說暫下眼就已經是9日了 今晚我當然一定要早點做完節目 希望可以十點鐘吃完東西 回到家裡 十一點多鐘去一刻 三點鐘就欣賞這個阿仙奴主場 應該是主場 對這個拜仁 另一邊廂就是皇馬主場 對這個曼城 一般來說 我看到外面的人皇馬都買得熱一點 因為有主場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曼城會贏硬 贏硬 阿仙奴和曼城都贏 賣多少錢呢 二川一 看你有多少倍分 都有四倍的 我當你兩倍吧 應該多一點的 不止的 買一千元 難道分身嗎 你買一千元 希望贏四五千元 你輸一千元 如果覺得還可以的 可以這樣玩一下 就贏了 沒得不贏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人們覺得皇馬強 雖然他是歐聯之鬼 就算他打得七八成水準 甚至乎三十成水準 那些蓬佩 但是呢 這個世界上 沒有那麼多不合理的事情 贏了一球嗎 曼城和阿仙奴 阿仙奴可能他有兩三球盡上 曼聯就是一球上落的 2比1那些 即是曼城 OK 阿仙奴就 看他開頭怎樣 我覺得都不會搶到盡的 即是2比0 2比0 即是合理一點 即是有個保險球 你說贏了2比0之後 即是今年你看阿仙奴那些踢法 當然有得贏當然會盡贏 但是 我想未必會搏到 即是如果有線索球 就未必去到盡的 是吧 但是打好穩 就算你敗人多弱 他都不是豆腐來的 即是穩打個防守 留一點力 接著又聯賽 是吧 馬仙奴 波膽2比0 曼城 就寫一條這樣就分很多了 買一球水就可以了 有波膽嘛 曼城 1比0 作漫 即是0比1 2比1機會大些 我覺得有波入的 王馬 1以球好分一點 當然如果你是這種波膽過關 你還可以買一條1比1過的 即是曼城和王馬 他今年沒有了作客入球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作客入球 我的作客入球更過癮 我覺得更過癮 更過癮 好 講一下這個 我頭真的好痛 痛了三個星期都有 他又不是很痛 即是赤一赤一赤 即是氣死我 剛剛上個星期她做完按摩 不過做了一次 我問那個同學做按摩的女生 十幾年前 即是之前頭痛是按摩按好 她說我上次做了兩次 就沒有去 我希望第二次去幫到手 嗯